掌握这两个秘诀呢 恭喜你往唱歌更好的路上迈进了一小步 大家好,我是林志炫 蛮多人想要知道我唱歌的一些小秘诀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用得到的一个练习的方式 我相信最近很多人都有上进来讨论的习惯 尤其是上跑步机 或者是平常会到外面去跑步 从这个小小的换气的习惯当中 帮助大家开始训练啦 一般人在跑步的时候 你的呼吸方式就会一吸一吐 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想要请大家开始尝试 二吸二吐 比如说这样 加油 加深你横膜膜向下沉的位置 在二吸二吐习惯之后呢 你马上可以慢慢地再进化到三吸三吐 也就是在你心跳逐渐加速的同时 维持你呼吸的频率 最好最好的方式是能够增加到四吸四吐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几乎你就已经吸到一个膜底部了 当练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慢慢为大家验收啦 怎么验收呢 验收的工具很简单 就是一张既轻且薄的面纸 好 大家看到我所看到的这张胃胸纸 不是用来洗涤涕泳 也不是用来擦肤 用来吹 怎么吹呢 当然不是这样乱吹 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非常固定的角度 当你练到四吸四吐的时候 记得吸气的时候呢 跟我降到你四吸四吐的位置 深吸一口气 很均匀地把气息捏出来的 就像接下来我为大家示范一样 来咯 好 刚刚大家有没有看见那个 我想觉得有一个非常微小的角度 所以你必须要用自己一个非常均匀的气息 去吹它 然后维持它在一个微小的角度 不能太高或者太低 因为它会显示出你的气息的均匀程度 用这种方式验收呢 基本上是除了练习吸吸吸的身之外的土气 要吐得云 基本上掌握这两个力全呢 你的气息出阶的能力已经具备了 恭喜你 往唱歌更好的路上迈进了一小步 好 今天为大家示范了气息的练习法就到这边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